HELLO HELLO 我是一箱 歡迎來到今天的投手總整理 那今天會把之前測試的八張傳奇投手 然後會做階層的推薦 那以下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唷 首先第一張要講到的是 染妞的先發傳奇投手無私友 那這張目前測試完的話 他在隱藏球數部分就升卡快了一點點 不過他的曲球是比較慢的 那他是左頭 所以他的曲球幅度可能會長得不一樣 那左頭好像都這個樣子 那我之後也都沒有在做測試 那如果這張的話 數值部分其實就沒有出到非常漂亮 不過球數出的還蠻高的 出到75 那球種部分的話也是蠻 我自己覺得也是蠻好的 有直球二縫跟升卡 然後還有一個變數球可以用 這張練起來的話 球數應該是還蠻快的 至少說他球數75比較好練 不過先發投手打手動 的確都還是有個問題 就是四局的問題 不過這張的話 我是覺得說 要T1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要頂尖就 可能就沒有辦法 好那第二張要講到的是 衛拳的先發投手史東 那這張有個問題啊 就是在他的球數 他前三項其實都還出的蠻漂亮的 96跟98 球位到101 那評價又93 那球數就是比較低的66 不過他的球種其實蠻吃球數的 直球切球滑球跟 直球二縫 然後還有變數球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的話 他的球數 勢必是要拉比較高一點 那他的隱藏球數的部分的話 速差沒有到非常漂亮 最後18公里 所以沒有辦法去 比較不能玩速差 那直球也沒有非常快啊 就是145 那比較快的地方在他的滑球 他滑球的話 那時候測有到138 那不過整體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就 就還好啊 如果是玩王牌的情況的話 應該有更多先發的選擇 可能不用去選到這一張啊 那這張的話 前三項是真的蠻漂亮的啊 所以在玩 拳衛拳的時候 就是那個 整隊都是衛拳的情況啊 這張要放到先發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在其他隊伍的話 我覺得這張 差不多落在 T2差不多啊 就手動的部分可能 會打起來比較吃力啊 因為像 另外一張 就是這個球種配置 不過他球數出的很快 但是 我看好像還蠻少用 還是有人用啦 像我自己是有用的 不過是 有愛啦 就是 宋家豪 那宋家豪的話 球數出的蠻快的 4個球種配置 不過如果遇到 比較會打速球 或者是可能剛好 會抓你配球的 玩家的情況的話 會 相對比較難用一點啦 然後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中繼的 戰神皇清智 那這張的話其實我覺得 數值沒有出到非常漂亮啊 評價也只有90 球數的話 只有出到66 那這張可能就 第一個左頭 不過他沒有曲球 那第二個是他的球種 有直球變數配指插 還有一個深卡球可以用 那再加上其實這張 當初在測試的時候 他的 影響球數還蠻漂亮的 他指插球 有辦法到129 然後深卡也有128 然後滑球也是 就是比平均值還要高的138 那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測試影片 那這張加上他又在中繼 所以手動就相對優勢一點點 所以如果沒有比較強中繼的情況啦 這張會是還不錯的選擇 那這張的話我是覺得有到T1的等級 好接下來要講的是 衛拳的先發頭蓋瑞 那這張的話球種就真的比較普通一點 那數值的話 變化是比較高一點的97 那其他兩項是9194 那球數的話出到70 在隱藏球數的部分的話 就全部都平均值阿 那二縫還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張就沒有很推阿 大概是T2等級了 好接下來是 就是懶蜜狗的先發頭手瑞 那這張的話就 蠻數值壓制的 他控球稍微低一點90 然後其他三項就蠻恐怖的 變化98 球位101 跟球數出到81 那這張在隱藏球數表現就是 中規中矩阿 不過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的變數球 他變數球出的蠻快的 他變數球可以吹到119 所以可能他的變數球 不會拿來玩速X 就可能直接拿來主戰阿 不過我還是覺得說 球種真的有點太少了 所以我覺得 可能只有T2等級 因為球種真的有點少 如果遇到會打速球的玩家的話 會投的比較吃力阿 好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辛龍的先發頭手楊劍斧 那這張也是數值沒有出到非常漂亮阿 就球數出的比較高 出到了78 那球種的部分的話 直球變數 然後 升卡跟滑球曲球 就可能少了一個 二縫配升卡的配置吧 不過他在滑球 是蠻快的阿 滑球是 那時候測試是最快的139 加上升卡是 很漂亮的130 那去球可能稍微慢一點阿 就整體來看的話 在銀杖球出的部分 表現是都還蠻好的 那再加上他的球數其實出的 出死時出的蠻快的 所以蠻好拉的阿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張 基本上有到T1等級 好再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Lamigo的先發投手 曾夢城 那這張的話有一個問題阿 就是他有出雅質 跟前面講到的黃青字一樣 不過黃青字的數值好像比雅質漂亮蠻多的 那這張就相對比較還好 我就覺得說用雅質就夠了 那球種也都長一樣阿 就可能吧 可能隱藏球出會不一樣 因為雅質那張我還沒有測試 不過這張的隱藏球是其實 雅質也還好 除了升卡球比較快一點點以外 其他就蠻普通的 所以這張其實我就沒有到非常推薦阿 因為基本上用雅質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 數值可能有到T2阿 不過我是覺得他的CP值沒有這麼高阿 就用雅質就蠻夠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頂配的話 用這張也是沒有問題阿 好那再接下來要講到的是 辛龍三勇的飛勇 那這張數值9196跟92 球數出到了70 那數值就中規中矩 那球種就相對比較普通一點阿 那他在 隱藏球數的部分的話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就很中規中矩 就是一張 全部都中規中矩的卡片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等級落在T2阿 那當然我剛才介紹的這些傳奇卡 其實我是覺得說 有愛全部都是可以入手的阿 那主要還是看有沒有愛阿 如果你可能不認識這位球員 就可能看數值阿 那所以我這邊還是主要是介紹數值阿 因為畢竟 傳奇球員也不是每一位 傳奇球員 剛好每一個人都有認識阿 好那 今天就講這八張吧 那就再看這集的成效吧 因為這集是從之前的隱藏變化變化過來的 就再看情況吧 那如果有其他想法的話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追蹤第一手消息 旁邊小鈴鐺打開唷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 掰掰 太棒了 今天應該會不會破壞